接下来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如果经常你会出现没有做剧烈运动 不过却莫名的腰酸背痛 而且记忆力变差 甚至还会影响到睡眠品质 小心这有可能就是公主病了 而她的正式名称是叫做纤维肌痛症 经常会出现在30岁到50岁的女性朋友身上 坐在办公室看着荧幕瞧瞧键盘 明明没做什么出众工作 但40岁的陈姓小姐近半年来 却常常感觉到身体莫名疼痛 甚至影响到睡眠品质 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提早进入更年期 从妇产科看到神经科 做了相关检查也都找不出病因 直到前往复健科看诊后 才发现原来是公主病早上门 真正影响我是觉得睡眠的部分还蛮大的 然后再加上身体其实 就是说不出到底哪里痛 可是你就觉得很多地方在痛 点不出一个很正确的位置 公主病的正式名称叫做纤维肌痛症 常出现在30岁到50岁的女性朋友身上 称为公主病是因为一动就痛 然后她好像很一些 一般人可以做出来的动作 那一做了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有一些人真的 比较耐受气差一点的话 就会开始哀哀叫 所以会被称为公主病 她的成因大部分是不明 但是可以有一些线索 像是压力很大 或者是曾经有一些创伤 身体有过运动伤害之类的 这个症状除了可以透过药物治疗 包括瑜伽或是伸展运动 都能达到舒缓的效果 右手可以抓到椅子下缘 或者说后面有椅背的话 我们可以抓到椅背这个地方 把肩膀固定住 接下来的话请她左手 上来然后拖到头上面 然后接下来做症之后呢 我们让她把头往左侧边带过去 伸展她左边颈部这边肌肉群这样子 她伸展时候的话可以挺20到30秒的时间 让肌肉放轻松 又或者是有些人的话 他们也可以跟她说 就大概停了3到5秒 然后回去然后再重复 重复个4次这样子 她都是伸展肌肉 或是放松筋膜的方法 纤维肌痛症在目前 还没有办法直接透过仪器检验出来 但有出现类似症状的民众 就要提高警觉 如果身体出现多个不明痛点 同时伴随着有记忆力变差 睡眠障碍大小变状态改变等状况 就要小心留意 事实就医治疗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